接著呢 談的叫做平衡 叫輸出跟輸入 輕時 翻過去 輸出輸入的平衡 這個平衡的意思 很像 幾乎是一樣 不論你們李化老師 在教 那個 合理反應的平衡的意思是一樣 合理 行車戰界問 李化老師說 什麼情況叫做 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31 31號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好了 暗示你 什麼跟什麼相等的時候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浓度喔 九號 什麼跟什麼樣子喔 這就是這樣 說 正反應輸率等於 逆反應輸率的時候 輸出等於輸入的時候 叫做平衡 输出等于输入的时候大概平衡 沉积等于侵蚀的时候叫做平衡 侵蚀挖走输出 沉积带过来输入 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的时候 叫可逆反应倒到平衡 输出等于输入的时候叫做这个的平衡 所以如果 如果我现在是沉积多 输入多 我就越沉积越多 于是我就会长出海埔新生地 海岸线的位置就会从陆地朝海这边移动 向海方面前进 这个叫做如果输入大于输出 沉积大于侵蚀的话 那如果反过来 如果侵蚀大于沉积 输出大于输入 就被挖走 带走 那海岸线就被挖掉 所以海岸线就会从朝陆地方面退缩 好想说 海岸线统好 地就不见了 被轻持带走 那如果两个差不多多 就刚刚讲过的 叫达到平衡 这又是所谓的 平衡 这个不是重点 這個不是重點 你已經知道輸入比較多 成績比較多 你自然就知道會長排輔精神力 你已經知道輸出比較多 侵蝕比較多 你自然就知道排線被挖走會退縮 所以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做了什麼事 會有什麼後果 這題學者寶貨就是問你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我做了這件事情 因此造成輸入大於輸出 所以就長出海埔精神力 因為我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輸出就大於輸入 所以海岸線就會退縮 所以重點是你做了什麼事 然後有什麼後果 你的考驗上面都有些選項 A B C中 你就要看清楚那個選項 A選項是什麼後果 B選項是什麼後果 我把它記住 當然它跟四個也有三個一樣 那些不一樣 四個不一樣 但是你要知道有什麼後果 要知道每一種狀況 當然會有些例子會出現 再會舉出一些例子 河道平衡 直到踩砂石 挖走 你在這裡 河道上面挖了一個洞 河為了想要把這個洞補起來 就要從上游翻更多的石頭下來補 因此上游的輕蝕就會增加 上游的輕蝕增加了 所以就造成一個後果 有這個後果 先看照片 橋墩裸露 你看到這一根一根的東西 其實原來是插在河床裡面 機裝 有沒有河底河床 插下去一根一根的機裝插進去 上面在第一個橋墩 在一個橋墩 第一個橋柱 上面撲一個橋面 船就蓋好了 現在因為你上游的輕蝕增加 把河床都挖走了 所以本來這個一根一根插在河床上 你的河床被挖走 就不見不見不見 所以橋墩就怎麼樣 裸露 那這樣的橋還會穩嗎 就不穩 就會垮掉 垮掉 垮掉 高平達橋垮掉 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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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就說 上游的橋樑就會受到影響 我們國中只交對上游的影響 我們國中 我這裡挖了一個洞 我們國中只交對上游的影響 草卷就畫一個圖 說我在這裡倒採沙石 請問你對哪一座橋有影響 上游的橋樑 上游的橋樑 OK 造成橋墩裸露 倒採沙石 好 倒採沙石 就造成橋墩裸露 台灣喔西部的各大橋樑 西部都長成這波德性 經過後這波德性 我現在在河流上面 蓋一個藍沙發 蓋一個水庫 把水庫一蓋起來 藍沙發一蓋起來 沙子就會擋在藍沙發這裡 倒不了出海口 所以出海口的成績會怎樣 延長 出來後的成績值 不得有什麼 不得有輕實會增加 所以說怎樣 按鍵各位 所以說 我剛才講過 我做了什麼事 會有什麼功 我蓋了藍沙發 會有什麼功 會有什麼功 OK